我觉得她的刀子蛮立的 砍到我之后 我那时候没有感觉 看手才知道流血 一砍到我看一下当口头 怎么会那么深 被郑杰砍烧手臂 刺伤胸口的林同学 讲起过程心有余悸 那一瞬间有 她在我前面那一瞬间 感觉她蛮扭近的 好像每个人都扭近了 林同学说 521当天 她从打工的U-Bike下班 准备回家换衣服上课 她坐在最后一节车厢滑手机 忽然听到有人大叫 回过神站起来查看 只见大火拼命往车厢后面跑 郑杰就在两个车厢的连接处 她还在想这是什么情况 郑杰一跑过她身旁 过了五六步距离后 回过头看她 两人对望不到一秒钟 郑杰就朝她砍了好几刀 她本能用手去挡 结果被砍到剑骨 她捂住伤口 跳步椅子跑到车尾 躲在人群后面 跟着大家一起叫 林同学说 因为手伤得很重 要抢时间复健 但能躲过死结 就算幸运了 新闻台北报道